女孩伸出小手 抓起墙上的虫子 哭吃一下放到嘴里 咯吱咯吱嚼了起来 这种虫子叫贱满 一旦被他们盯上 皮肤就会出现红斑 唯有天敌食满者才能杀死他 因为吃了太多贱满 小美身上总有一股怪味 可他根本不在乎 只想保护大家的安全 这天恩英拿着大宝剑 想杀死贱满 没想到驱魔圣器大宝剑 竟然杀不死他们 而这一幕恰好被小美看到 于是她来到办公室 把贱满者的身份告诉了恩英 并当着她的面 把贱满拿出来 放到嘴里嚼了几下后 咽了下去 看了恩英直咧嘴 原来只有贱满肆虐时 食满者才会出现 他们没有记忆 只能在方圆5.38公里内活动 消灭完贱满后 自己就会死掉 为了增加胃酸 小美总是不停地吃着食物 就连走路时都在吃零食 由于吃的太多 这天她捂着肚子来到医务室 可经过检查发现 这只是来历价的正常反应 之前她总是以男人的身份出现 第一次当女人的她 还有点兴奋 为了消灭贱满 恩英拿起一只放到嘴里 可嚼了半天后 没想到贱满还是活蹦乱跳的 为了增加消灭贱满的速度 恩英没日没夜地捉贱满 把它们放到塑料桶中 可在学生眼中 觉得老师非常奇怪 总对着空气比比划画 这一幕还被拍了下来 很快就抓了几大桶 小美直接抓起一大把 哭吃以下全部放入水中 随后再吃点东西压压惊 好在她吃的速度很快 将桶里的吃完后 又出来抓漏网之鱼 可消灭完贱满后 恩英有点后悔了 为了不让小美死掉 她花了三个亿 让医生给小美做了长手术 把胃去了下来 没想到小美的胃是只虫子 肚子上还写着救济两个字 之后小美坐上车 想出去转转 看看是否会死掉 当汽车穿过5.38公里分界线时 小美一点事都没有 她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付出这么多 终于成了一个普通的女孩 男人的眼睛拥有超能力 只要轻轻一瞪 世界万物都会静止 凭借这项特异功能 缺钱的大壮来到银行 随着瞳孔放出蓝光 里面的人就像魔震了一般 自觉的将大把钞票 装进麻袋里 随后一分不少的 送到大壮手中 原来她是天生的异同者 所以从来不敢睁眼 为此母亲特意给她绑上了布条 看着如此怪异的儿子 父亲将气全都撒在了母亲身上 面对每天的家暴 无法忍受的大壮 终于摘下了眼罩 对着残暴的父亲就瞪了起来 一瞬间男人就失去了意识 只见他一把抓住自己的脑袋 接着咔嚓一声 直接拧断了脖子 没想到母亲非常伤心 一气之下 掐住了大壮的脖子 关键时刻 她的异同开始变异 母亲表情木讷 随后把手放到了头上 一点点发力 就当她要忍恨西北时 大壮却下不去手 急忙逃走了 二十年后 大壮少了一条右腿 只能依靠甲肢来行动 原来每次使用超能力 她的皮肤就会溃烂一些 久而久之 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可这天 她在使用超能力时 却发生了意外 一个男人居然不受自己的控制 她顿时慌了神 急忙上前又试了一次 可没想到结果依旧如此 这下大壮彻底崩溃了 于是使出超能力 控制汽车试图撞死她 怎料在五百码车速的撞击下 小帅非但没死 反而第二天就痊愈了 原来小帅也有超能力 那就是不死之身 五岁时 在跟家人出游的路上发生了车祸 父母不幸去世 唯独她毫发无伤 这天小帅突然发现 朋友像是被禁阁了一般 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被一会儿大壮找了过来 看到男人扭头的一瞬间 她彻底震惊了 而小帅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突然大壮使出超能力 控制旁人抓住了她 小帅拼尽全力正脱开 一把按住了大壮 就在这时 大壮眼睛一瞪 下一秒 男人的眼睛拥有超能力 只要发出蓝光 就可以控制所有人 但这天发生了奇怪的事 尽管自己不断的尝试 但始终无法控制住小帅 于是想一探究竟 刚来到家里 就控制住所有人 小帅发现情况不对 一扭头 看到是魔童后 一把将大壮按到桌子上 可还没等她问清楚 突然后背一阵剧痛 原来大壮用出超能力 控制了小帅的女友 在她背后刺了一刀 大壮见壮 急忙逃离了现场 等小帅再次醒来时 已经在去医院的路上 天生的自我修复能力 让她瞬间就痊愈了 在料大壮得到消息后 又立马找了上来 这一次 她直接控制住两名打手 眼看就要被活活勒死 关键时刻 小帅踢翻木头 砸中大壮的眼睛 没有得逞的她 只能再次逃跑 但很快小帅追了上来 危机关头 大壮使出超能力 控制了远处的工人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小帅就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就在大壮洋洋得意时 小帅挣脱束缚 一拳直接打晕了她 画面一转 大壮被带到警局 就在她要离开时 警察走了过来 对着小帅就是一顿秃吐 原来大壮使用魔童 控制了他们 随后小帅就被戴上了手铐 大壮走过来后 用枪顶住她的头 可刚要开枪时 大壮却怂了 因为她没直接杀过人 小帅瞅准时机 一脚踢翻了台灯 黑暗中 大壮无法使用超能力 只能慌乱逃离 她一路向北 来到了天桥 只用一个眼神 就定住了上万人 随后小帅就追了上来 可下一秒 她就被众人围了起来 意外的是 此时的大壮 却露出痛苦的表情 原来她的手指快速变黑 一点点溃烂 这是使用超能力的副作用 随着能量的减弱 被她控制的人也相继倒下 还没等小帅突围成功 一个女人突然举起了手中的婴儿 女人举起刚出生的儿子 狠狠地扔下了百米高楼 关键时刻 小帅冲了上去 一把将宝宝揉在怀里 在空中旋转360度后 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疼得她直咧嘴 下一秒 一个躺椅就被扔了下来 幸好没有砸中 原来一切都是大壮搞的鬼 为了除掉小帅 她使出超能力控制了所有人 女人这才扔掉了自己的孩子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可刚躲过一劫 楼下又扔下一个50斤的大花盆 看着大出血的小帅 大壮终于满意地离开了 可刚回到家 就看到屋里有很多警察 不想被抓的她 立马使出超能力 控制了所有人 接着就让他们举起手枪 互相了结了对方 可万万没想到 现场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第二天 大壮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仔细一听 对方竟然是小帅 拥有不死至深的她 又活了过来 此时的大壮充满了绝望 两人约定在剧院做最后的对决 很快小帅来到这里 只见里面坐满了观众 突然一个男人走向栏杆 扑通一声跳了下去 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往下跳 这一幕彻底震惊了小帅 就在大壮得意时 一把枪顶在了他的脑后 原来正是当初的漏网之鱼 小帅把握时机 跑了上去 可等他赶到时 又看到了残忍的一幕 没错 就在刚刚 大壮通过镜子的反光 控制了身后的警察 随后再次使用超能力 控制了场内的观众 他们像丧尸一样 纷纷向小帅涌来 这时小帅的女友照了过来 杀人成魔的大壮 又控制他爬上了扶梯 危机关头 小帅及时赶到 幸运的是 大壮突然口吐鲜血 腿一软 倒在了栏杆上 下一秒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一直想除掉的人 最后却还想救他 不过由于体力不支 两人都掉了下去 而善良的小帅 却一个反身 成功救下了大壮 美女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泳池里 他的身体竟然比泳池还大 人站在他面前 就跟小不点一样 随后急忙起身 来到厕所 喝了口水后 把手伸进喉咙里 对着马桶 哇哇就是一顿狂吐 没过多久 他就变成了迷你小人 还跟老鼠打了场拳击赛 原来他只要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 身体就会变小 吐得越多 身体越小 这天他变成迷你小人后 一阵狂奔 从墙根下的洞里钻了进去 来到关押超人的监狱里 美女刚打开小门 瞬间从里面喷出一股火焰 半天后才慢慢熄灭 随后把餐盘放了进去 可下一秒 小美就从盘子底下爬了出来 抬头望去 墙上到处都是拳印 她来到边缘 刚要跳下去 就吓了个半死 她转身就跑 不料被扣到杯子里 随后就被倒在沙发上 开始小帅还以为这是幻觉 可经过一系列测试后 才承认这是真的 原来小帅的超能力太强了 被博士抓来当小白鼠 被折磨得出现了精神分裂 哥哥为了救出小帅 这才请小美过来探探路 不料她自言自语的行为 被外面的监视者发现了 警报响起 瞬间小帅被电得浑身冒烟 哭吃一下摔到了地上 紧接着门被打开 进来一个保安 小帅刚要起身 不料保安按下神秘装置 下一秒她就浑身抽搐 又晕死过去 小美健壮 一个助跑高高跃起 跳到保安肩膀上 然后顺着头盔往上爬 从耳朵里钻了进去 保安瞳孔放大 随后哭吃一下摔到地上 没了动静 小美刚从另一边钻出来 就进来大批保安 这下要凉凉了 等博士赶到时 保安全躺在了地上 原来小帅利用超能力 从这里逃了出去 可回到家后 她又精神分裂了 一拳垂坏桌子 刚要动手 就被冰箱撞到墙上 原来是小黑出的手 虽然众人拼命劝说 可她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双方就打了起来 黑妹双手一挥 把小帅推了出去 小美健壮 急忙吃了口面条 随后从窗户里钻了出来 一把将小帅按到地上 此时她一丝不挂 变成了巨人 小帅也被制服了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不过想要变小 还得把面条吐出来才可以 不过想要变小帅 不过想要变小帅